大家好 我是Tammy 我是凡宇商业保险的总监Tammy 现在在洛杉矶这个暴动的情形 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紧张 因为在新闻里看到车被烧 然后有一些店铺被人打劫 甚至放火 中火 大家心里面都很紧张 跟做生意的老闆你们分享 其实我们未发生这个事故之前 有些预备功夫可以做的 例如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很简单 在整个店铺上下左右每个角落 将它拍下 为什么要拍下呢 就是为了方便 到时万一那些暴民进来洗劫 或者进来打破你的玻璃窗 然后销毁了店铺 那怎么办呢 这个是用来索偿 赔偿 和保险公司追赔和索偿的时候用的 如果你有那些信息是说 Cash only 或者是给Cash 会给10%糾折的 请你将这些信息全部拿下来 要读个List Agreement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List Agreement 很多时候房东会说 所有玻璃他不负责 如果玻璃因为任何原因损坏 租客要自己支付玻璃的装修 或者是换新玻璃 所以我们就会在你的业主保险那里 就附加一个保险项目 就保这个所有玻璃 如果你有10块玻璃 每块玻璃的尺寸是多少 我们都会帮你附加进去 就会补这个项目 所以鼓励大家 要尽快看看你的List Agreement 和你现在的补单 有没有补对 其实业主保险里面 还有其他项目 是可以补你里面的装修 你里面属于你的财物 你的货的储存 甚至乎你的燃金额的损失 都可以补在里面 但要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补到这个项目 燃金额的损失 如果譬如说 因为店铺 玻璃被部门打烂了 那两三个星期是不可以做生意的 头三天 他这个Loss of Business Income 是有一个Deductable 是有72小时三天的Deductable 意思是说 由第四天 他就可以开始出来 赔你现金额的损失 如果你是业主的话 业主就是保这个 Building Insurance 就是保这个你的物业 就是保整个建筑 就赔回 如何建一间楼给你 是烧了多少呢 需不需要整个Demolish 就是整个拆了再重新建 所以房东的保险 只是保整个建筑的结构 租客做生意的人 就要自己买一个业主的保险 如果部门闯进来的时候 这么不幸 如果你自己在里面 或者你的员工都在里面 员工受伤怎么办呢 因为在加州做生意 劳工局是要求我们做老板 要为员工买保险 所以劳工保险 就会支付员工 所有看医生 做手术 物理治疗 甚至他的工资的损失 三分之二都会由 这个劳工保险来赔的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老板 就要看劳工保险 如果你是没有保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保险费 想便宜一些 不保老板 其实在加州是可以的 是允许的 如果没有保老板的话 有可能你就只有 用你的医疗保险 来负责所有的医疗账单 欢迎大家联络我们 帆域商业保险 我们可以为你代办 所有的商业保险 劳工险 甚至乎汽车保险 我是Tammy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